独王何鴻生的儿子何游君 与超魔妻子西孟瑶的身高差距 一直是往我们热议的话题 经由何游君在录纵 爱的休学旅行中坦言 发育期间患上了一场大病 因而影响身高发展 嘉宾们在节目中谈到内心深处的伤痛 其中何游君画了一幅循环路线图 谈言他的童年有一个常态 是大家不一样的 那就是经常进出医院 他透露在10岁到15岁期间 被检测出左边肾上腺长了肿瘤 被诊断出来时肿瘤一向橘子一样大 所有医生为他进行手术时 因为肿瘤是在体内 所以身体里面都被剥开 半个肾也被切出来 身上插着管子无法动弹 他还罕见公开手术伤痕 在左边肚皮上明显可见 一条长长的疤痕 何游君也透露这场病 阻碍了身高发展 也让他从中体会到健康的重要性 现在也会每年督促家人去做身体检查 为自己的健康把关